LiTV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士林 在《聖世世世》裡面飾演謝玉樹 很高興正式以這個角色入圍了戲劇類節目男主角獎 那你當時入圍之後知道說 那你那時候的感覺期待自己得獎嗎 入圍的感覺 那時候是因為跟團隊一起大家在看直播 然後其實入圍當下 那我是真的空白 我連聽到我的名字我都沒有聽到 是大家一直在尖叫 大家一直在尖叫 對 然後所以我蠻錯愕的 然後隔了一天比較心情沉澱的時候才開始 真的有感覺到 好像有這件事情就真實感比較有 對 然後就覺得很幸運 對 那你第一個時間跟誰爆死 第一個時間 跟爸爸媽媽 那你最感謝的人除了團隊以外還有誰 團隊以外還有誰 我們團隊就幾十個 又一百個人還有誰 真的是團隊啦 真的是團隊 對 因為我覺得一個作品就像一個宇宙 一個世界觀 然後你要怎麼很完整的去呈現這個故事 然後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們在看的時候可以很投入 不管是很小的東西 我覺得像美術道具 然後到很大的東西 演員 導演 運鏡什麼那些 都會影響你觀看之後的感受 比如說有些東西你會覺得很粗細 就那些東西是要靠很多很多人去完成的 不是只有一個導演或是一個演員或是一個什麼 所以我覺得是 在拍攝的期間 其實大家真的都很辛苦 那時候我們還拆了兩組去輪流拍 對 那個過程就是 大家都沒有休息 就是演員也是啊 工作人員也是 A組完了拍完了進B組 B組完了進A組這樣一直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一次有機會 可以 我覺得代表團隊去 讓大家再次看見這個作品 或是原本不知道有這個作品的朋友們 然後可以 喔 有這個作品 然後可以 來看看是什麼樣不一樣的時空環境 跟這個 到底要講什麼故事 喔 助產室我知道啊 然後助產室呢 對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是 嗯 一路這樣以來的過程是 我去 我自己啦 去 處理 不管是角色或者是戲的部分 我覺得我 有點像你講的 應該是說傾聽變多了 會更留意 我會放更多的注意力在同一場的對手上 對 不會像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訪 專訪聊天 那我以前可能 我會比較focus自己 要講什麼 或者是 要表達什麼 或者是 要傳遞什麼 對 可是現在 我會 所以 也會意識到 你也在場 對 你也在這邊 我們就是在聊天 然後 你也在問你想問的問題 我們可以輕鬆一點 對 我覺得 放心 我覺得以前我很害怕把這個 信任交給別人 對 或是通常戲的對手 我覺得 因為超過自己可控的範圍嘛 因為怕 是不是他會忘記做什麼 或是他會不會怎麼樣怎麼樣 或是他會不會犯什麼什麼什麼錯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很不相信自己的對手 對 也可能是因為 有這樣子的心態 其實是因為害怕自己犯錯 以前 對 那現在就會 學著去更 分一點注意力給別人 然後聽他們多一點 然後學 我覺得很重要 我自己 就是唯一要成長 對我來說是這樣 學著去相信別人 對 因為你之後相信他的時候 你跟你的對手的那些東西 才會更自然 跟你們兩個也會舒服 然後其實那些東西 在鏡頭上被捕捉下來 是好的 是好看的 是真的可以 那個情緒跟情感的流動是很真實 因為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你覺得說很多東西 或是唸台詞的話 其實都很 就是 我覺得觀眾很厲害 觀眾都聽得出來 觀眾都可以看到你的劇本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東西 是我慢慢 覺得自己可能有一點點成長的地方 要勇敢一點 謝謝 ETV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然後 希望 大家 可以支持 生生世世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看過 生生世世的話 我覺得現在是個非常好的機會 然後去看看 裡面 我們所有 想要為大家呈現的情感 然後跟那個時代 大家 身屬在那樣子的環境下 有著不同的壓力 跟不同的 受限的地方 是怎麼在那個環境之下 然後生活過來 跟他們的情 情緒的流動跟關係是怎麼樣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當然就是 如果說你已經看過生生世世了 那就繼續 二刷 三刷 刷刷刷刷